吉安湘112年宇文竞赛7月5号登场 共有133位来自吉安各校的宇文精英选手来参加 而乡长游书真是特别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并表示吉安的孩子无欲均忧 透过宇文竞赛的过程 不只是展现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更让吉安湘的孩子们能够增加自信 充分展现自我 吉安湘一年一度的宇文竞赛7月5号 在湘工所清明堂和吉安国小等七处会场同步举行 共有国中组国小组分别进行演说 情境式演说朗读作文写字字音自行等六个项目 乡长游书真特别在赛前到场为选手们交打气 吉安湘的孩子真正棒 德智体群美娱乐聚聚健全 吉安湘公所科进职责办理112年国语文的竞赛 除了国语之外 我们还有德鲁古阿美族及多元的语言 译注在里面 书法作文也都样样的俱全 我们希望带来孩子更自信心的学习 有竞争力的一个展演以外 也希望透过了竞赛 带来验证平日学习的机优成绩 跟自我的考验 融获前几名跟冠军之后 我们也将代表吉安湘到花莲县来参与各项的竞赛 我们相信吉安的孩子准备好了 也希望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能够更加的平安圆满 参赛选手们除了训练有成 在服装上也精心搭配 各校校长老师和家长们都在现场为孩子们交打气 今年度吉安湘有133位选手 优胜者将代表吉安参加全线的语文竞赛 乡长游淑珍请免孩子们尽情展现自我 为自己、为学校、也为吉安湘来争取荣耀 介续会吉安湘报道